近几日,日本这个国家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 就在24号,日本已开始将福岛的河污水正式向太平洋排放 而且日本还声称,此次排放将持续30年 面对世界各国的反对以及谴责 但这个国家却无动于衷 依旧我行我素地执行了自己的排海计划 专家预估 这些河污水将在240天左右到达我国东部沿海 那日本的河污水是怎么形成的 又对人类有哪些致命的危害呢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就来全面地探讨一下这其中的严重性 福岛,日本河污水的排放地 日本是位于太平洋地震带的一个国家 而福岛,核电站受损自然也是地震的缘故 福岛县城市面积约1.37万平方公里 当地人口约192万 不过受核事故的影响 大批的日本民众正开始向其他城市迁徙 该核电站位于福岛县双叶郡大雄艇 坐落在福岛工业区内 这是由东京电力公司运营的沸水反应堆形核能发电站 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核电站之一 在1971年,该核电站就开始失运转 我们可以看到,其在沿海设有6台机组 总发电量大概是4.7级瓦 其主要工作原理就是让核能转变为热能 再由热能转变成电能 由于核电站在运行之时,设备温度将会急剧攀升 因此,大部分的核电站都会建在海边 这样就能拥有大量的海水注入将其降温 在1979年,这6台发电机组就正式投入营运 每台机组的注水量都在4000吨左右 注水主要是为了过滤放射性物质 而且还能起到抑制安全翘内部压力的作用 该核电站南部10公里处就是福岛二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建有4台机组 也就是说,该核电站共有10台机组 这10台机组在建设之初并未考虑反应堆堆新存在的风险 后来也没有增加应对的措施 该核站使用寿命为40年 在核事故爆发之时已超过使用年限 而且在事故之前,其1号机组就事故频发 还曾因为反应堆维族体现漏率实验造假 被勒令停止运行一年 后又出现了1号机覆水器海水出入口温度测定书 被篡改的丑闻 在2011年,日本东北部近海地震爆发 这也导致核电站1号至4号机组出现堆新融毁 并引发了爆炸事故 之后,日本就将该核电站全部废弃 并宣布停止运营 但为了维持反应堆的温度 只能继续向机组注入冷水来冷却这些堆新 而且,每天都需要150吨左右的冷水 而注入的冷水自然会受到堆新的影响 并携带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日本就将这些核污水储存在储水罐中 通过地图就能看到 核电站内已经布满了储存核污水的罐子 大约在1000个左右 直到如今,这些核污水已经积攒了超过137万吨 其中至少90%的罐子都已装满 而日本也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也只能增加储水罐来收集这些污染水 在2021年,福岛的东部海域发生地震 导致该核电站内部污染扩散 又在同年3月,发现核污水已经出现了泄露的情况 日本开始核污水排海计划 虽然日本单方面表示 核污水经过处理已经非常安全 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但是却没有什么可靠的验证 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前往了调查 但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是否拥有权威性 这个我们却不得而知 其实早在2011年10月的时候 日本高官原田康伯就曾为了证明 核污水被处理后的安全性 就在公开场合 颤颤巍巍地喝下了一杯核污水 此后,这名日本高官就此销声匿迹了 所以大胆推测 日本处理过的核污水 依旧存在很浓的放射性核素 并对人体伤害极大 由于核污水的储量太过庞大 且成分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要处理掉这些污水 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 为此,日本早先也提出过多种处理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直接排海 这也是最省心省力的一种办法 而且对日本来说投资极小 还有就是将核污水加热 将其变成水蒸气 挥发在空气中 不过海洋是保住了 但却会对大气层产生严重的影响 还有就是建一条超过2500米的管道 将核污水送到地底深处 虽然对地表的影响是少了 但却会对地下水造成严重的污染 这时就有其他人表示 可以将核污水进行电气 转变为氢气 以及氧气排放到大气中 但无疑这一做法成本巨大 日本肯定不会采纳 甚至还有人提议 用水泥去混合这些核污水 让其成为固体状态 再将其埋入地下 这样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 但是这种成本也很高 而且日本本身国土面积就小 这么多的水泥究竟怎么埋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日本肯定会选择 最省心省钱的方式 那就是直接将核污水排入太平洋 根据实验检测的结果显示 这些核污水放射量 都超过应有的排放标准 有的超过规定值的100倍以上 可以说是完全不具备排海的条件 由于日本强行通过了污水的排海方案 在8月24号 日本核污水的排放计划正式实施 目前已有核污水飘荡在太平洋之中 甚至日本还表示 这100多万吨的核污水 将分30年陆续排放 核污水的排放有何后果 针对这些核污水扩散的问题 相关人员就早已给出了答案 核污水排入太平洋后 第一时间就将在福岛沿岸海域散开 特别是福岛县附近的海域 污水的浓度将是最高值 在洋流的扰动下 这些污水会迅速从西太平洋 向北太平洋扩散 值得一提的就是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还表示 由于福岛县附近海域洋流比较大 在千岛寒流和日本暖流的转移下 日本所排放的核污水 仅需57天就能覆盖太平洋的大半区域 并在240天内到达中国东部沿海 只需三年就能覆盖整个北太平洋 届时美国和加拿大的沿海 也将遭到核污水的影响 虽然海洋会将核污水进行稀释 但浓度较高的放射性川是无法消除的 这些放射性川进入海洋后 就会立即与海水发生作用 并产生低强度的贝塔射线 海洋中的各种生物 都有可能遭到难以挽回的伤害 如果人类摄取过多的放射性川 那人体的中枢神经 以及呼吸道也将遭到破坏 川甚至会被肺部组织和皮肤吸收 对生长发育也将造成严重影响 到那时 不管是进口的海鲜 还是国内的海鲜 都还能吃吗 可现在日本却一点都不提排污的危害 一直在强调放射性污水的所谓安全性 而且日本在联合国 也获得了某些国家的支持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 支持日本将对自身的利益更加有利 因此联合国也对此事件的力度 明显也小了许多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 以以河污水无害的理由公然为其撑腰 这些做法 无疑对全世界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如今 不仅有日本的民众在游行抗议 韩国的民众 更是在日本大使馆前聚集 并强烈要求日本 停止对河污水的排放 连香港都表示 将限制日本水产的进口 但即使全球都在强烈抗议 日本仍然是我行我素 将太平洋当成了 倾倒自己河污水的下水道 简直是天怒人怨 对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喜欢本视频 还劳烦您帮忙查案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日本的所作所为 我们下期再见